我再說一下,因為之前的那個大樂透的那個爬蟲 主要是爬網頁上的資料 那網頁上的資料,基本上它的變化還蠻大的 你會發現,網頁 光那個你如果換一個地方抓別的資料 不像大樂透,可能還有可能抓不到資料 為什麼?因為其實裡面還要修改一些參數 什麼參數?包含就是說那個網頁裡面的哪一個table 哪一個表格,你可能還要再設置一下 那所以爬蟲的難度其實還蠻高的 那所以呢,為了說呢,因為你們期末 如果給各位一些太難的爬蟲 怕有些同學只能這個,程式底子不夠 所以呢,你們可以選擇啦 那假如你程度好的話 也許你可以做一些比較複雜的爬蟲 但是呢,如果你的程度也許比較基礎的話 我發現蠻多同學可能完全沒有接觸過程式 所以基本上的話 假如說我們今天要爬的資料 最簡單的爬蟲 那很簡單,就是有點類似這樣 我們可以在那個之前的那個範例 哪一個範例?這個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這個範例 那主要我們增加什麼 增加一個,因為如果假設 這個資料我們之前是怎麼來的 還記得吧,我們是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台北市的這個大平台 資料平台上面去下載 那下載之後再把那個CSV檔打開 用一次打開 打開之後再插入兩個欄位 有沒有這兩個 然後再把這個VBA做出來 那就這兩個欄會做出來 有沒有,那假如說呢 你,因為這個資料理論上是會更新的 也就是說下一次,假如說 你再有新的資料 那你變成說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又重新刪掉 那刪掉了之後 完蛋了,你之前做的東西 可能要重來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假如說呢 我希望直接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網路上把那個資料爬下來 也就是說 這個城市基本上大概這樣 就是說,先把這邊的資料先清掉 然後呢,再從那個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資料平台上面 去把資料抓下來 做什麼,做資料更新 那不過呢,抓下來的資料裡面 因為它少了兩個欄位 E跟F這兩欄 所以呢,我們就插入 什麼呢 E跟F這兩欄 然後並且在這上面加上欄位名稱 這樣的話,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銜接什麼 銜接這個 就是VBA的部分 那這樣豈不是 就是幾乎都不太需要做什麼樣的變動 然後呢 也可以達到爬蟲的這個 這個城市的需求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去 動態的去抓取什麼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按鈕 所以今天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去 如何抓網路資料 把這個城市寫出來 那我先大概demo一下 這個地方我按一下它 它會先把資料清掉 再從那個網路上抓資料 不過這邊好像有時候會出現這個 是否要繼續按下是 這個時候它會連到什麼 連到網路上面去把那個資料給抓取下來 不過這邊好像有一個錯誤 那為什麼是出現 這是什麼憑證 我看一下 再執行一次 它這邊出現說 這個網址 那有可能是這一段 這一段東西 那也就是說呢 會不會是那個網址它要更新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我把這個貼上 它這個網址出現 學校已經把它擋下來了 那所以這個資料連結從哪邊來的 還記得我們是從那個開放資料過來的 所以呢 首先的話當然 如果你要變動去抓別的資料的話 當然你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去找 那我之前講過 那我之前講過 這邊有個開放 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我們前面是那個 輸入一個切到這個關鍵字 從這個切到關鍵字裡面 你可以找到就是說 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當然你從那個台北市政府那個網站上也可以找到 不過我是比較推薦 你用那個這個政府資料的開放平台 這邊會比較OK 為什麼呢 因為你點擊之後 它會多一個什麼 這個地方有一個檢視資料 那這邊有個連結 不過理論上點下去應該是OK的 但是它現在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 可能是我們學校把這個 這個網站給擋掉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進階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遇到 這種狀況的話 你直接把它繼續前往 它就可以下載了 那顯然是因為我們這邊好像是把它封鎖掉了 我看一下這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設定 那一樣的方式 所以這邊是可以 這個網址是OK的 那是不是說電腦是不是要做其他的設定 我看 我再讓一下 那理論上 這一段程式呢 我主要是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文字與資料 這邊 然後找到這邊有一個 就是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這個範例 那我是把那個那段程式增加到底下這裡 你們等一下弄一下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OK的 那至於說它哪些地方 你會發現 其實這段程式跟大樂透的那個程式基本上很類似 一樣是Wiz後面用什麼 用所謂的那個creditable物件 那差別就在哪裡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在那個creditable後面有一個add add一個connection 一個連線 那這個連線部分的話呢 我們如果是大樂透的那個部分 這個應該是URL 後面一樣是一個網址 那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要爬取那個網路上面的那個csv檔的話 其實主要是這個地方 你把那個網址貼上來 那distention一樣是放A1 它就會幫你把資料拿下來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這個地方有個叫test file的這個pad form 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你的編碼方式 假如說各位可以看到剛剛那個台北市的那個住宅切到點位 它的檔案 它的編碼格式 如果顯示是big5的話 或者什麼ansi的話 那你就用950 可是有一些資料 現在越來越多 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所謂的UTF-8 也許你們可以找別的資料試試看 然後呢 如果你是UTF-8的話 那記得喔 這一邊的這個 這個什麼 test file的那個pad form 後面這個數字 那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65001 不然的話你下載下來的東西 會是亂碼 那其他這兩個參數應該不用改 這個地方叫test file的什麼 這叫comma comma就是 因為CSV本身裡面都是用所謂的UTF-8做分割 所以我們預設是為true 然後refresh就是把資料下載下來 OK 那這裡的話我再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什麼地方要設定 因為我們學校好像把這個網址給 現在ok了 是不是說我再run一下 所以你們等一下試一下看看 那理論上如果那邊不封鎖 是不是這邊也就不封鎖了 欸 這邊還是封鎖 看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原來的這兩個 有沒有 原來的這個地方 沒有E跟F 所以如果假設 當然你也可以手動 不過假如你已經做了那個爬蟲的話 那最好就是全自動 你前面自動的話 後面也跟著自動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那所以呢我們如果希望在E跟F這兩欄 做插入欄的動作的話 那在VBA你可以加這行程式 就是利用那個VBA裡面有一個物件叫colons colons的話呢實際上就是欄 欄物件 那你要插入欄在哪裡 我跟他講說我要在E跟F這兩欄 幫我做插入欄的動作 後面的話給他一個方法叫insert 所以你就可以在E跟F的地方 就插入兩欄了 ok 那當然另外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要刪除這兩欄 你就把insert改成deleted就好了 ok 那當然另外這個是所謂的欄物件 那前面我們有教過 比如說你要針對列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只要把colons改成raw raw加s raws的話 一樣的道理 也是可以插入列 ok也可以刪除 刪除就是deleted 我們前面有做過那個刪除列的動作 那這裡的話還需要填入兩個儲存格的資料 一個是區 一個是路階道 那你可以怎麼樣 跟他講說請你在什麼 在那個E 這個E儲存格這個地方 所以就rangeE1 然後呢放個字叫做區 所以你會發現 我把這個字放進去 寫的話就會這樣 然後再來就入階道 所以在寫這一行 入階道 他就自動幫我把它放在F1的這個儲存格裡面了 就完成整個了 先把資料爬回來 然後呢再做什麼 插入兩欄 並且放兩個儲存格的資料 就完成一系列的動作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是多了一個爬重 那期末的專題 期末的報告 第一個啦 我想你們至少要有這個爬重的功能 那當然你可以模仿 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其實這個範本非常單純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第二個這地方 那因為剛剛這個是因為學校 把這個網站裡面的這個網址 其實主要是封鎖這個網站 這個data.typay 如果等一下我再試試看 或者換別的資料看看 會不會他沒有封鎖其他單位的資料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下載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下載資料 用這個 其他這個地方 可能要改的地方是編碼方式 如果你假設下載的東西是亂碼 可能你就改一下吧 那基本上網路上的資料編碼方式 大概不外乎兩種 一種就是big5 一種就是UTF8 大概應該很少 就沒有第三種編碼方式 OK 好那這個是第一個 爬重部分 第二個的話就是繪製圖表 所以假如說我希望呢 這個已經下載下來 那我要重新分析 所以呢 理論上當然我們這個地方 之前有做過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我就不動了 不過理論上 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你看看能不能自動產生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一個按鍵按一下 自動產生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再來就繪製圖表 所以我希望 這邊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繪圖 就針對這個 之前是我們手動做了一個圓形圖 不過我如果希望這邊放兩個圖 一個是直條圖 那一個是圓形圖的話 那我按下繪圖 繪圖就把我畫出來了 有沒有一個是直條圖 一個是圓形圖 然後如果要把圖刪掉的話 這邊有個刪除圖 OK 比如說怎麼樣放圖 怎麼樣再把圖給刪除掉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來第一個就爬重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那兩個圖一個是繪製所謂的直條圖 一個是繪製所謂的圓形圖 那這兩個我們前面有做過 只是說以前是手動的方式 那假如說呢 你每天都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動作 那一堆圖你都要手動畫 其實滿花時間的 那如果說你可以自動繪製圖形 然後呢 當然呢 程式去跑嘛 也就是說程式跑的話呢 你要幾個圖就幾個圖了 只要跟他提供他一些正確的訊息 他就自動幫你把你要畫出來圖形給匯製出來 OK 然後另外就刪除圖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你好 好 好